上海警方最近披露一起特殊的酒驾案 这个案子看的让人觉得真是一对火宝 说的是什么事呢 说的是一个女子在凌晨两点多钟 拨打报警电话 举报他人酒驾 并且撞坏了马路护栏 这个闽行的交警 赶到现场以后发现一对男女正在吵架 但是民警是闻到一股酒气 这位名叫赵飞飞的女子举报了 这名叫沈亮的男子酒驾 而且这两人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两口子 两口子大半夜的在大街上吵架 这个男的承认自己喝了酒 但是谎称自己没开车 没有开车 我喝了酒 但是没开车 然后他妻子马上表示了 就是他开的 我可以坐正的 通过调取公共视频 证实肇事者 证实男的 这男的一点 一点这个担当都没有 这个男的这呼气酒精结果 也显示他达到最佳 但他就说是妻子 唆使他酒后开车的 视频还还原了一个惊人的画面 就是在民警到来之前 这个男的多次把他老婆推倒在地 推上拉扯 而一旁站着一位老婆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而这个老婆同就是这个女方的父亲 这个事情真的有点意思了 那妻子为什么要大义灭亲 举报自己丈夫酒驾呢 然后父亲看到自己女儿被打 为什么无动于衷 能眼旁观呢 这背后呢 就是一段辛酸的故事了 这两口子呢 都是敏航本地人 这个女孩子学校毕业以后就不工作 闲在家里 而男的呢 在亲戚的场子里面当司机 通过这个女方的小姐妹介绍 两人看对眼 这个男方说 看中这个女孩呢 是因为他家条件好 能帮他的信用卡还款 因为当时这个男的欠了十万块 居然就看中人家的前家子 就跟人家结婚了 这个女方呢 是看中了男方的帅气 那两人认识不久就开房了 没过多久怀孕了 所以就在双方父母都不太乐意的情况下 两人结婚了 就这样倒插门的一个婚姻呢 是引致了之后的问题 就是两口子后来都没工作 而且更何况男的还居然婚后出轨 所以两个人经常吵架 打架 这个搞来搞去 然后居然知道这个两人的这个介绍人啊 是这个老公的出轨对象 所以这个飞飞是非常的怒气啊 这个两人就为了这么一段 不应该继续下去的婚姻 或者说很难维持下去的婚姻呢 就吵起来打起来 所以在路上呢 就把公共设施给撞飞了 幸亏是半夜啊 路上没行人 车撞坏了 把路也撞坏了 但是两人回到家呢 提出来要立婚 立婚 吵来吵去的结果说立婚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女方一怒之下举报了 举报了之后呢 现在的结果就是 两口子作为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非非的老爸心痛心死无奈 那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把孙子养好 把孙子带大成人 那这些事情真的一讲下来 都是一把的眼泪 一肚子的心酸 这样的婚姻 这样的爱情 你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